听别人的故事,悟自己的人生,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新婚晚宴上,老公当着重宾客面,与白月光甜蜜宣布他们的孩子,所有人面面相去,等着看我笑话,下一秒我一举动让全场惊呆炸锅。 新婚晚宴时,丈夫突然说要宣布一件大喜事。 只见他深情牵起青梅的手,目光停留在他平坦的小腹上,当着重宾客的面与青梅食指交缠。 一、十年前你出国时,我们约好,一定要一起生个可爱的宝宝,现在你终于试管成功,这份喜悦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 桑依依双眼沉着泪花,一头扎进丈夫的怀抱,接着对我说, 廖锦姐姐,这辈子我没缘分跟她长相厮守,希望你能接受这个孩子。 宴会上众宾客面面相去,眼前的一对碧人难舍难分,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做出反应。 我却玩耳一笑,将手里的婚戒撸下来给她。 这话说的,既然你这么放不下这个火坑,那你就跳吧,我不奉陪了。 跟了十艳十年,别人都说我是石家的狗。 锦小慎微,坐着最不起眼的准媳妇兼保姆,无时无刻都在奉承讨好。 要不是石家老爷子病了需要冲喜,我根本不可能嫁进来。 我以为成了家,石艳这个浪子总会安分的。 此刻我看着白天还在牧师面前许下誓言的丈夫,不知廉耻地笑着。 紧抿着嘴唇,牙齿还是陷进唇绊,渗出腥田的血丝。 那一瞬,我好像不爱了。 话音落下,桑依依立马两脚一软瘫在石艳怀里。 而石艳面露惊恐,直接将她抱起要离开。 路过我时不忘骂了一句,你真恶毒。 她说,这天大的喜事因为我成了笑话,让他们石家脸面全无。 临走时,她决绝的背影就好像要去私奔。 他们走后,与我一人尴尬地站在舞台上。 主持人张张口,最终一脸尴尬地退去。 我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 我爸拉着我的胳膊往外拖,直到我跌倒在地她也不肯停下。 公婆的反应更是精彩。 他们看见地上被拖拽的我,就像在看街上流浪的小猫小狗那般厌气。 小门小户,不知羞耻。 我明白婆婆这句话的意思。 她怪我没给石家长脸,反而拖累了她儿子。 她向来骂人不带脏字,却自自自诛心。 跟石燕在一起这么多年,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付出不值得。 这窝囊日子不过也罢。 余下的宾客失去地回了房间。 我强忍着破皮的痛战起身,看着高棚满座渐渐散去。 突然有种全世界与我背道而驰的感觉。 紧接着狂风大作,投杀像一只鸟奔向夜空。 雨滴捅我的眼泪一同砸向地面。 眼看石家的人全都走了。 爸妈也携着手离开。 我激动了一瞬,小跑着药营上去。 所有的委屈与不甘,全都化作眼泪落下。 爸爸、妈妈,当我跑过去时,爸妈上了车,也迅速关了车门。 紧接着后车窗被拉下来。 我妈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骂。 早就告诉你要怀上孩子,你天装清高卖弄风雅。 现在好了,被人劫足先登。 这个昏迷已经结了。 不论你用什么手段,必须赶紧怀上孩子。 我愣得待在原地,任凭后面车的喇叭,按得震天响。 要是哄不好实验,你别想进我家门。 我妈狠狠瞪了我一眼,车飞速离开。 我紧紧握着拳头,看着离我而去的亲生父母。 再也忍不住跪在地上,手捂着小腹,哭得撕心裂肺。 没人知道,我也怀孕了。 原本我想今晚宣布这个好消息。 我妈说得没错,桑依依结足先登。 恭喜她。 婚礼在郊外的度假山庄举行。 此时已接近半夜,连个鬼影都没有。 更别提车了。 一路上雨下个不停,身上仿佛有千斤重。 高跟鞋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艰难。 我干脆赤着脚,任由石子滑下一道道伤口。 已经不觉得痛了。 不知走了多久,似乎有了信号。 手机不停发出提示音。 狼狈间解锁,发现全是实验发的。 每个字都在指责我今天的所作所为。 她说我以前都是温婉大方的,为什么针对桑依依? 说我恶毒,说我的善良是装的,如今容不下一个无辜的孩子。 说我嫁给她目的不纯,说我狼心狗肺。 我自朝班笑了笑,手滑点进朋友圈。 一下便看到桑依依发的视频。 视频里,石燕卑微地半蹲着,仰头看着桑依依,小心翼翼向医生请教病情。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礼貌,却又担忧的样子。 上个月刚查出有孕,我不小心在外面划了一跤,第一反应是给石燕打电话。 被她劈头盖脸一顿骂,说我耽误了她开会。 要不是好心路人把我送去医院,这一胎早就没了。 在医院保胎一周,石燕全然不知,因为她根本没联系过我。 后来我才知道,那一周石燕都跟桑依依在一起。 桑依依天生有哮喘,娇贵得不得了。 她一句难受石燕便不眠不休陪着她,恨不得将整个城市的专家请来为她看病。 石家大情种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。 想到这我退出微信,不愿再看到任何关于两人的消息。 然而,石燕不肯放过我。 当我终于叫到一辆出租车时,石燕的电话也跟来了。 廖锦,你赶紧来医院。 你知不知道依依哮喘发了,差点出事,都是你的小肚鸡肠害的。 你必须亲自来跟依依道歉。 我看着发丝上的雨水一点点流进领口,哑着声音回她。 我去不了,我在下山路上。 石燕顿了顿,眼里多了几丝不耐烦。 你有病啊? 这个时间在外面干什么? 装可怜博同情。 话落,一声惊雷响彻天际,我被吓了一跳。 紧接着,雨更大了。 你害怕了? 算了,我,话未说完,石燕突然那边换了个人。 廖锦姐姐,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,都怪我害大晚上在外面晃悠。 桑依依带着明显的哭腔阴阳鼓起我。 我冷笑一声,石燕便立即温柔地哄她。 依依善解人意又温柔,你能不能学学她? 况且她不欠你什么,你没资格怪她。 我平时就是太惯着你了。 你爱怎么装可怜都随便你,死了也不关我的事。 吼口兴甜,心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。 她好像听不懂,听不懂我是走下来的,因为包括她的所有人都将我抛下了。 我抿了抿唇,握紧手机。 石燕,我也不欠你什么。 既然你这么爱她,为什么跟我结婚? 我做错了什么? 离婚吧,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恶心。 说完我就挂了。 当初是石燕先来追我的,她说我一看就是贤妻良母,适合娶回家,替她把持十家。 我被她的糖衣炮弹轰昏了头,一股脑扎进爱情的漩涡里。 殊不知,这是一厂长达十年的折磨。 她和青梅情深义重,那我的真心又算什么? 这十年的青春,全当为了没良心的狗。 出租车终于来了,车开了没多久,石燕的消息又铺天盖地地袭来。 你也敢提离婚? 料紧,你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。 你如今跟黄脸婆有什么区别? 你三十二了,离开我,谁还会多看你一眼? 我妈一直嫌弃你怀不上孩子,一一的肚子就是十家的荣耀。 你要感谢她。 我紧抿着嘴唇,不敢相信石燕说出这种话。 这也是石燕憋了很久的心里话。 她许久不碰我了,她的眼里根本就没我。 那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? 师父,去人民医院。 有件事,必须先解决。 我赤着脚踩在医院的水泥地上,所有人不约儿童看向我。 低头看向自己,洁白婚纱上混着血渍和泥泥,确实很糟糕。 有护士小跑着过来询问。 您没事吧?还站得住吗? 我点点头,告诉她我要打胎,这才被引领着来到医生办公室。 先是做了一系列检查。 当医生指着B抄图像让我看成型的宝宝时,我一时心软,突然想告诉石燕。 电话拨通后,男人的怒气扑面而来。 你真的很烦,有什么事不能发消息? 不知道我在陪依依吗? 别再打扰我们,你是死事活都与我无关。 背景音里传来桑依依温柔的呼唤。 石燕哥哥,你尝尝这个,他们才像真正的夫妻。 我挂掉电话,眼泪顺势而下。 医生再一次询问,不再跟家人商量一下。 我摇摇头,在手术单上签下名字。 冰冷的仪器穿透我的身体。 然而已经感觉不到痛了。 直到天光开始微亮,我才在护士的呼唤下醒了过来。 回到家时,不出意料,没有人。 扶着沙发坐下,点开朋友圈,发现这一整晚石燕都陪着桑依依。 今晚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。 桑依依的朋友圈里,石燕一会为她煮粥,一会为她倒水。 朋友圈下面全是石燕好友的祝福。 说石家大公子肯低头照顾别人,还是第一次。 我再也坐不住了,这个家里全是石燕的气息。 干脆直接收拾东西离开。 反正是要离婚的,这一天早晚都要来。 随便住进一家酒店,立即脱下一身泥泞,洗了个澡。 出来时几乎没有力气。 拿起手机,发现亲妈打了好几通电话。 见我不接直接发信息,骂我。 说我没出息,说我不懂事,一点不像她。 我妈逼我一定要讨好石燕,把这件事摆平,不然就不认我这个女儿。 不认就不认吧。 要是知道我怀了孩子又打掉,她也恨不得回三十二年前把我打掉吧。 我们都是不该出生的小孩。 想到这内心涌起一股心酸。 在酒店待了几天后,终于恢复了精神。 去上班的第一天,闺蜜小悠就把我堵在了公司门口。 姑奶奶,你怎么敢出门的呀?快回去。 你现在成了热搜红人了。 小悠连忙把我拽到一旁,拿出手机点开,只见我和石燕婚礼晚宴的视频满天飞。 不仅如此,还惹起众多网友谈论。 大家都骂石燕是个金玉其外,败许其中的纹固子弟。 明明有了外遇,还装得多么伟光正,好像家里有皇位要继承似的。 小悠见我面色沉重,不敢多给我看。 好了,你先回去休息,乖,暂时不要来上班了。 我摇了摇头,做错事的不是我,我为什么要躲? 该躲的是不嫌丢人的渣男。 说完提着包大不迈进,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。 反正要离婚的,无所谓了,你也不要担心。 只见小悠张大了嘴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,心里竟然有些想笑。 一进公司便被无数八卦的眼睛围住。 整整一天,大家看我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表情。 平静一直维持到下午。 正在画图时,突然脸前,头下一片阴影。 石燕黑着脸站定,语气十分不友好。 了解你长本事了,躲着不肯出来,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? 同事们立即开始小声议论。 石家也是我们的合作方,大少爷的名号早就响彻整个公司。 见大家都看他,石燕收敛了几分。 别闹了,婚都结了,你还想怎样? 我订了你最爱的那家餐厅,还有这个,石燕拘谨地掏出一个盒子,看起来像装着戒指。 它塞到我手里,有些漫不经心道。 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,别给我玩失踪。 这枚戒指算是补偿你的。 这话一点都不像是在哄我。 而当我打开那个盒子,里面是一枚不起眼的项链,甚至都不是带钻的。 看来礼物甚至不是石大少爷亲自挑的。 我微笑着扣上盒子,塞回他手里。 想起我跟石燕刚在一起时,我的脾气还没被磨平。 石燕会陪我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,也会亲自带我去挑礼物。 甚至花重金拍卖了一条宝石项链,只因我说蓝色看起来好干净。 现在结了婚,反倒学会了糊弄。 这么一条精品店不超过一万块的链子,配不上我十年的真心交付。 不必了,送给你的衣衣吧。 与他倒是相配。 我拿起包,准备下班。 对了,我会尽快找律师跟你谈离婚的事情。 在此之前,不要再找我。 说完我便潇洒离去,留下瞠目结舌的众人和满脸怒气的石燕。 早知道就晚点领证了,现在还要多一道流程。 石燕愤怒地追了出来,在电梯里将我按在墙上。 料紧你什么意思,你当我时家是什么地方? 你说嫁就嫁,说离就离。 你知道有多少人排着队想做石太太? 石燕说得没错,确实有很多人想爬她的床。 甚至有一次,她跟英英燕燕在酒吧缠绵时,对方问她,为什么非得是廖锦呢? 她伸手揽着少女的肩膀,在她额头落下一吻。 她跟了我十年,不过是一个石太太的名分,给了又怎样? 所以,婚姻在她心里,不过是一个形式。 石太太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头衔。 不要就不要,哪那么多理由? 石燕,我是成全你,如你所愿。 对方显然更生气了。 料紧,你这么多年缠着我,像狗一样伺候我全家,恨不得昭告天下你爱我, 现在不过是给她一个孩子,有必要离婚吗? 你才是我名义上的妻子,我又不会给她名分,你还有完没完。 没完,这婚必须离。 我狠狠推开她,与她对视。 如果换作从前,我早就抱着她,诉说我有多么爱她。 如今,我看到这张脸,只会本能地感到恶心。 刚要张口,石燕的电话开始震动。 她拧着眉看了一眼,没有立即接听。 我立即察觉到不对。 是桑依依吧,快接吧,万一又生病了。 桑依依宁愿坐试管也要留下石燕的孩子。 她如此处心积虑,无非是想抓住石燕。 自从她回国后,无数个夜晚,无数个合家团圆的日子,桑依依都会犯病。 不是哮喘,就是头痛症发作。 只要见到石燕就痊愈,堪比医学奇迹。 但凡是个智商正常的人,就知道这是女人惯用的把戏,天天石燕看不出。 石燕看了我一眼,尴尬地接了起来。 很快便听到女人娇滴滴的声音传出来。 石燕哥哥,我好难受,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,我是不是要死了? 石燕立即紧张起来。 你别动,我马上过去。 挂了电话,我贴心地为她按开电梯门。 快去吧。 石燕狐疑地看着我。 廖锦,你不介意。 我冷笑一声。 那可是调人命,你不去她就会死。 石燕没听出我的嘲讽,一边往外走,一边回头。 回家等我,我哪有家? 我现在住酒店。 石燕当然不知道我搬出来了,她就没回过家。 等她当晚桑依依的贴心大哥哥,回到家里,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时,石燕彻底愤怒了。 她激动地打电话骂我。 廖锦,你说你不生气,现在又是什么意思? 我只回了两个字。 离婚。 那一晚石燕砸了家里大部分家具,邻居直接报了警。 我无视她发疯般发来的信息,直接开启免打扰。 久违地睡了个好觉。 第二天一早,一抵达公司,便看到大家围在会议室门口。 同事连忙将我拉过去。 总裁看到我连忙,招呼我进去。 廖锦,快来,见见我们时总推荐的代言人。 我看见石燕挑眉看我,紧接着一个身影缓缓转了过来。 桑依依笑着看我。 廖锦姐姐,又见面了。 一股良意从脚底爬升至后脑。 她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,一点点靠近我。 廖锦啊,你设计的那套珠宝,原本是由你来代言,现在公司决定请桑小姐代言。 她是模特出身,又是时总推荐的,你没意见吧? 石燕一脸得意地看着我,似乎在报复我要离婚的事实。 我看着桌上散落的我的图纸,心不停绞痛。 这套泰晤士之梦系列,耗尽我的心血。 由我代言,也是老板决定的。 现在换成桑依依,明摆着是故意恶心我。 强忍着情绪,不让自己抖得太明显。 我没意见,听公司安排。 说完转身要走,胳膊被桑依依及时拽住。 廖设计师,你不能走啊,产品发布会结束前,你要一直配合我才行啊。 老板立即谄媚地打着配合。 对对,这都是设计师该做的,料紧你要全力配合。 我配合不了一点。 我直接将公牌拍在桌面上。 我辞职,谁爱配合配合。 说完大不留心离开。 没走几步,被愤怒的石燕狠狠拉住。 料紧你什么意思? 你知不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依依? 说她破坏别人家庭,知三当三,你知道一一多难过吗? 我愣在原地,原本以为石燕单纯想抢了我的工作,恶心我。 原来是想让我和她的青梅做一场戏。 正妻同小三同台合作,谣言不攻自破。 真是一手好公关。 所以你赶紧跟我离婚,把她娶回家呀,这样她就是石太太了。 我狠狠甩开石燕,又被她死死挡住路。 不管你愿不愿意,新品发布会你必须到场。 这关乎我们石家的名誉。 现在想起家族名誉了。 婚礼晚宴上不是深情款款吗? 见我不为所动,石燕的态度缓和了一些。 料紧,这是不消停,石家的股票都会受影响,你也不想看石家没落吧? 我差点没笑出声。 与我何干? 就算石家现在就落败,我也不会再付出任何真心了。 因为不值得。 我把辞职的事情告诉小优后,她开始帮我投简历。 说来也怪,珠宝行业的几家巨头全部把我拒绝了。 小优觉得不对,跟猎头一打听。 是石家把你封杀了,现在没人敢收你。 实在不行,你就回家继承家业吧。 我摇摇头,这些天我妈一直跟我赌气,只要发消息就是劝我跟石燕和好。 这个家我没法回。 就当我以为无路可走时,英国留学时的同学投来了橄榄枝。 小优看了offer后惊掉了下巴。 这么远? 你真的要去吗? 新工作在国外,聘期五年,我也在犹豫。 就算离了婚,我还有爸妈,关了电脑躺在床上放空自己。 我妈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来的。 一接起来就听到我爸焦急地嚷嚷。 廖锦,你妈晕倒了,你快回来。 我立即飞奔出酒店,连拖鞋都忘了换。 终于抵达家门口时,看到里面三个人其乐融融的样子。 我就知道,我被骗了。 我亲生父母背叛了我。 石燕坐在我爸妈旁边,一出母慈子笑的好戏。 我站在饭桌旁,像个真正的外人。 我妈瞪了我一眼,示意我坐下。 你看看廖锦,就是不懂事,还是女婿好,这么忙还来看我们。 我爸端起酒瓶,要给石燕倒酒,被我一挥手,将瓶子直接扫在地上。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 他这副讨好的样子,就仿佛是曾经的我。 凭什么? 凭什么我全家都要捧着他? 就因为梅石家有权有势。 我妈第一个有了反应,她站起身,直接给了我一巴掌。 不孝顺的东西。 你这是干什么? 让你回家吃饭,你发什么疯? 结了婚长本事了。 我冷冷看着他,紧紧忍住眼泪。 你不是昏倒了吗? 你没病,为什么要骗我? 我妈显然不理解我的话,盯了石燕一眼,语气也缓和了几分。 我下午不舒服,就让她回来看看,正巧女婿你也回来了。 我就说,你俩缘分深,护国寺的住持替我算过的。 此时的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 我们一家子的谄媚令我羞愧难当。 石燕终于坐不住了,她尴尬地清了清嗓子。 没事,廖锦是有些脾气,我们俩十年,没人比我更了解她。 她不提十年还好,一提及,我本能地想直接把她赶出我家。 我妈连忙打圆场。 要不说,还是女婿懂事,都怪我平时太惯着她。 说完不忘,狠狠瞪我一眼。 你都三十多了,你还敢提离婚? 我在你这个年纪,你都七岁了。 抓紧跟女婿要个孩子,这是不能再等了。 右脸还犯着火辣辣的疼。 想起臂钞里那个小小的肉体,我的眼眶憋得生疼。 如果让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,我宁愿不要孩子。 我说的斩钉截铁,只是桌上每一个人。 我的孩子,必须是幸福快乐的。 绝不能让她一出生,就承受父亲出轨,家族蒙羞。 那她一辈子都会活在阴影之中。 我爸显然被我的话激怒了。 他站起身抡圆了手。 就当我扬起脸,准备硬生生接住那一巴掌时,石燕替我挡住了。 她抓住我父亲的手,装得无比心疼的样子。 岳父大人,料紧是你们的女儿,做错事也不能这么对她。 我看着这张我曾经深爱的侧脸,此时只觉得无比恶心。 石燕,你装什么大尾巴狼,这不是就是你想要的吗? 你看我不肯配合你和桑依依,怕她背着支三当三的名声混不下去,你不就是想逼我就犯吗? 那一瞬我竟在石燕脸上看到不解。 料紧,我,我推开她护着我的手臂。 你不用装了,挺累的,我配合你还不行吗? 说完我盯着我那无能狂怒的父母。 但是这个婚,我必须离,这就是我的条件。 说完我便离开了那个令我感到陌生的家。 一路上石燕不停在给我打电话,我挂了无数遍,她都不放弃。 我只好把她拉黑。 刚到酒店,就收到我妈铺天盖地的消息。 无非是威胁我不能跟石燕离婚。 说我不孝顺,不懂事,没良心。 那晚我和小悠在酒吧谈心,喝到天亮我都不明白。 天底下为什么有这种不在乎亲生女儿的父母? 他们在乎的只有他们的名声,财产,还有面子。 那晚我回复了英国的同学,接下了去国外的offer。 这个城市已经没什么值得我留恋了。 发布会当天,石燕派人送了珠宝和礼服给我。 我知道她这是在讨好我,但我全部退了回去。 一袭红色抹胸腕礼服,配上鲜艳的红唇。 所有摄像机都追着我拍。 石燕和桑依依毫不避讳地站在一起,言笑艳艳。 看到我后石燕明显拉开距离,然后走过来迎我。 廖锦,我知道你会来。 桑依依见状狠狠瞪着我,仿佛是我抢了她的风头。 等石燕看向她又装作一副清纯小白花的样子,走上前挽着我合照。 好,廖锦姐姐,你今天真美,礼服很适合你的年龄。 我扫了一眼桑依依,最近没休息好吗? 你今天的妆容和你的皮肤状态像是老了十岁。 你,桑依依气得差点没站住。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。 几个记者越过红毯,直接走到签名墙前采访。 第一个记者差点把话筒对到我脸上。 石太太,听闻你正在跟石总办理离婚手续,是否有此事? 我看到石燕紧张地直接招手叫保安,瞬间明白是谁安排了记者上台。 我笑得从容,没错。 只见桑依依的眼角扶上得意。 另一个记者紧随其后,听说是你插足时总和桑小姐,他们才分了手,有这回事吗? 果然还是来了,桑依依想洗白,门都没有。 我是在桑小姐出国后才认识了石先生。 哦,对了,你们还不知道桑小姐为什么出国吧? 只见桑依依脚步踉跄了一些,险些没站稳。 她连忙拉着石燕的胳膊。 石燕哥哥,我难受,我想下去休息。 石燕连忙紧张兮兮掺起她,准备往台下走。 被我死死拦住。 等一下,今天还有一位你的故人到场,你得见见啊。 说着我一挥手,不远处走来一个令桑依依浑身发抖的男人。 各位,我介绍一下,这位是桑依依的前夫,十年前她出国是随着丈夫去了她的家乡。 男人指着桑依依,满脸都是恨意。 就是这个女人,她骗我怀了孕我才跟她结婚,结果她挖空我的家产,就逃跑了。 人群哗然,谁都不敢相信,桑依依是个骗婚女。 石燕连忙推开她怀里的美人。 你说,你去国外读书,其实是结婚去了,你骗我。 你说,你放不下我等了我十年,桑依依连忙抓住石燕,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 不是的,你听我解释,男人拿出他们在国外结婚的证明,还有假的怀孕诊断书。 当时,我只是跟她在酒吧相遇,然后过了一夜,她就赖上我了。 这些都是证据,所有的摄影摄像全部在拍摄,甚至有人在直播。 桑依依已经慌成一团,男人继续举证,她的病,她的家庭全部是假的,全是她拿捏男人的手段。 这里有她体检的报告,她没有哮喘。 石燕不顾形象,上前一把抓过那些凭证,一张一张翻看,然后她死死盯着桑依依。 你说怀了我的孩子,不会也是骗我的吧? 桑依依猛烈地摇着头,眼神全是祈求。 男人解释完后,我立即亮出我手里的证据。 各位,桑依依插足我和丈夫的感情,这些都是她发给我的视频。 桑依依一直用这种方式试图击溃我。 那些她和石燕耳鬓撕磨的视频,那些不堪入目的亲密照,还有她朋友圈秀的恩爱,我依依收集,并标注好时间。 等的就是这一天,我与石燕相爱十年,终成空,我会和她离婚。 我走到石燕面前,给她看了我拍下的必抄照片。 这才是你的孩子,六周了。 那天我在医院打给你,你在她身边当田狗,你说我是毒妇,说我不知好歹,于是我把孩子打了。 眼看着石燕的表情,由震惊转为绝望。 她死死握着那张照片,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 哭声响彻整个场馆,而这一切全部被直播了出去。 第二天一开盘,石市股票大跌,石家彻底沦为圈子里的笑柄。 石市开发部会宣布撤掉石燕一切职务,无限期。 然而这样,也无法挽救石家局势,股票一跌再跌。 石燕父母派律师找到我,试图用利益诱惑我,让我出手救石家。 我拒绝了。 当初他们有多瞧不起我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 我亲生父母打电话质问我,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? 我只回了一句话,我想打便打。 把孩子带来这样一个污糟的家庭,才是不负责任的。 出国的日子定在一周后。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,整个人都轻松了。 原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跟石燕有交集。 回酒店的时候,发现他一个人在门口堵我。 廖锦,你,你身体还好吧? 我看着他满面胡茶,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骄傲俊朗。 依旧没有跟他寒暄的耐心。 不关你事。 石燕见我态度像变了个人,立即激动得拉住我的胳膊。 我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,能不能给我几分钟。 我嫌弃地甩开他,与他保持着距离。 石大少爷,有着功夫多关心关心家里的生意。 我们已经撕破脸了,在所有人面前,你这么快就忘了。 石燕连忙挤出一个谄媚的笑。 廖锦,我现在清醒了,真的? 我向你保证。 只要你愿意原谅我,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 我再也不跟桑依依联系了。 我已经把他删了。 你看,他急着拿出手机想向我证明。 这一幕令我想起桑依依刚回来时,他经常吃着饭就要出去,还防贼似的防着我,不准我碰他手机。 有一次,他屏幕上溅了水自我去擦,他大发雷霆。 说我不尊重他的隐私,说我在践踏他的底线。 哼,哪有什么原则和底线。 不过是渣男的秘密与丑陋的自尊心罢了。 我向你道歉,只要你愿意,我们再办一场盛大婚礼,比之前的还要豪华,我们再要一个可爱的宝宝。 石燕说着说着,脸上便露出一种类似幸福的表情。 看得我生理不适。 石燕,我打断他。 我们已经离婚了,我们回不去了。 我看到面前的男人眼眶瞬间红了。 他突然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打子照片。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,我都可以解释的。 你看这张其实是借位,我们并没有亲上。 还有这张,我后退一步,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 你是不以为做这些我就会原谅你? 不可能的。 石燕,面对现实吧,你做这些只是在缓和你的愧疚,感动你自己。 我拿出签证和护照。 一周后,我就离开这里了,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。 石燕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 为等他反应过来,我已经上了电梯。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,我看到石燕两行热泪流了下来, 临行八前的一周过得相当舒心。 石燕也没有继续纠缠。 临行的前一晚,跟小悠购物结束后,独自一人回到酒店。 一下出租车,本能感觉到一道凌厉的目光注视着我。 但是夜晚太黑了,只能看清前面被照亮的大门。 下了车提着包,刚走了两步,便看到一个黑色影子跌跌撞撞奔向我。 好像是个女人,头发很长,但很杂乱,看不清脸。 直到她扑向我的瞬间,我才看清脏发后的那张脸,和她手里冷白的刀光。 廖锦,你这个贱人,你不让我好过,你也别想活。 桑依依冲着我伸出刀子,直奔我腹部。 就在这时,一个男人狠狠撞向我俩。 就是这一撞,令我和桑依依同时滚下台阶。 我被撞得七荤八素,满眼金星。 还未来得及看清来人是谁,就听到桑依依开始尖叫。 石燕你滚开,不然我连你一起杀。 竟然是石燕,她竟然跟踪我。 想到这内心生起一股寒意。 这俩人为什么不肯放过我,勉强撑起半个身子。 只见石燕挡在我面前,就如同她曾无数次挡在桑依依面前那样。 地上的刀子带着血丝,石燕捂着胳膊,却没有半点退缩的样子。 你别想伤害廖锦,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她。 我厌弃地转过头去。 这俩人有病吧,这么碍眼怎么不去拍短视频。 我立即招呼门口的保安过来,让她报警并叫了120,两个保安控制住桑依依后,我起身就走。 任平石燕在后面大呼小叫全,当没听见。 第二天一早,我便改了航班直接飞往英国。 这破地方多待一秒都是麻烦。 一年后,我休假回国,和小悠见了面。 这才知道这一年间发生了多少大事。 石家很快就落败了,据说是股票下跌,爆发了财务危机。 原来公司早就被石燕叔叔掏空,最后连套房子都没留住。 桑依依更惨,跟石燕闹掰后,发现自己真怀孕了。 然后流产太多次导致孩子没保住,还被前夫以欺诈罪名起诉。 我像听着故事一般,听她讲述。 内心毫无波澜。 过年时,亲妈又用苦肉剂威胁我回去。 说家大业大无人掌管,父亲已无力操持。 我回复她,我是不会回去的,不行他们就再生一个吧。 气得我爸要跟我断绝关系。 我当场同意。 拎不清的父母不要也罢。 在国外的第三个年头,36岁本命年,我又恋爱了。 男朋友体贴又温柔,人品好家是好。 我跟小悠说,老天爷终于开眼了,我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 同年我们结婚,很快我就怀了孕。 生产那天,丈夫吓得一直哭,怕我有危险。 大概是我福报攒得多些,生下一对可爱的龙凤台。 人人都说我命好。 他们不知道,我之前经历过多少不为人知的伤痛。 好在都过去了。 崭新的人生就在眼前,我会一直努力,走出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